中央推动台风重新计划 台风政府和民间团体 对着利用重新计划 应作暂新的发展 也有了很大期待 如果提出关键的计划 来进出中央建议 对台风政府是一大挑战 既然大家为主 到来政法后来 持续协作台风发展的 学义科技来生立 联合地理办公室 协作台风提出计划 进出中央的计划 来发展台风 为协作台风政策 中央创新计划经费 既然台湾政策后来 议计划学术和人力主委 成立联合办公室 将提供管府高雄定期公所 以及民间团体相关的 学术主委协作 我们希望能够 跟各个乡镇公所 来积极的合作 我们每个乡镇公所 只要有好的构想 只要有相关的一些团队 想要来推动相关地方创新的提案 都可以来跟我们 激大地方创新与 跨于治理联合办公室来联系 共同协助相关工作成长 而不是 激大自己 可以做了很多案子在地方上推动 学校向地方各界人数说明 中央創新计划精神到重心 也表达站在学术家的历导 可以提供的主委和协助 对到中央拿出創新计划 保理顶公所政策的台湾是非常积极 也扎一步间由紀南大学协助 在公所已经成立創新计划推动委员会 做一个地方所有的产业 和生态环境的盘点 不管是长照 还是我们艺术的方面 其实很多 还是我们观光的治理 包括我们爬城大坏的水环境的整治计划 还是我们鹅童的全民的运动工人 其实在创生来的时候 我们是期待说 透过这一项可以移植一些情绪 来建设我们的福利 带动我们的福利的观光产业的发展 会从环境面 从产业面 从社区照顾 从文化资产的保存 从偏乡的教育等等的各个面向 是需要极大的协助 我们都会主动的来推派 相关各个系所的老师 来跟乡镇公所一起的来讨论 经由脑力激荡提出一些好的计划 来争取中央政府的一些补助 从生计划的利用是相当多元 范围包括了国中轮的核件事发展 想要准备这笔经费 完全的计划到尖尖性是相当重要 既然台课表示 后来有国中轮的学术人材 可以提供协助 只要地方有需要 学校都会专业到三天 继续王教成蔡宏报导 sekali更放introdu dest